指數的開瓶走鋼 政府金融股此刻表態 元大金又出現一筆千張的多單點貨 中租買盤也上來了 怎麼建議大家觀察呢 好 來看一下 當然其實昨天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昨天央行有比較罕見的動作 是在以往都是什麼尾盤 一下壓下去 台幣升值可能速度相當壞 可是現在盤中開始出走 表示說那個外資的力道叫加大長通 那外資進來 那央行要做什麼事情 你不買股票 你就給我出去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是逼什麼 熱錢進來 你就是要買股票 要不然你就趕快走出去 不要再炒會這種情況 在那邊做發揮 所以這樣情況下 也是逼著外資 在這個地方 你錢進來 你就直接買股票 所以你看盤中 海幣還在升值的情況之下 表示說央行在逼錢 進入倒水市場裡面買股票 這個動作看起來達到效果 第二個財政部長表示說 這個股市 為股市萬點做準備 這個是表示說 你看其實很清楚的邏輯 本來外資在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 要把這個指數 衝到萬點的時候 是在第一天大買超 是在 我知道今年的4月23號那一天 外資第一天買了222億之後 剛才在3天之後 衝到1萬點 這一次又回到原先 這個區間裡面的一個起漲點的位置 是不是又有可能在做造山運動 對不對 就是外做山出來 山上山下 然後又是不是又可能從這個地方 剛好是13天的轉折 因為剛好又符合背景轉折 又挖一個造山出來 但會不會形成怎麼樣的一個變化 到底是又是玩假的 玩M 玩怎麼樣 不搭起 可是相對而言 這個地方是回到起漲點 這個你不能否認 所以我們說13天這個地方 有沒有可能在今天重新出發 重新出發要什麼 要金融 要電子 騎兩個主流一起動 那你看金融股其實很tricky 金融股你看 比如說像富邦 比如說像2882的國泰金 之前大家涨一波起來 大家不太敢買 為什麼 都沒有回檔 都沒有整理過 指標那半天高 八九十 你叫人家怎麼買 可是等它一回到 相對QO KD值回到50附近 又重新再勾起來的時候 你就敢買了 所以你看 你看國泰金是不是就符合 你看它的KD值 是不是剛好回到50 又黃金交叉 又回到大量區 然後2881的富邦金 也沒有益取同工資料 這個也回到原先的 起漲位置的大量區 這表示說 他們經過四度整理之後 新錢就敢進來了 所以今天富邦跟國泰 為什麼每次要起這兩檔 因為它是龍頭指標 兩檔一起動出來 那其他很多的一些中低價 就會被帶動起來 像這一波不可忽視 2883的開發基因 對不對 一樣也是KD值在 低檔交叉了 又索穩大量區 2888的新光金不是嗎 大家耳熟能想的 又回到了10塊錢以下 又剩下個位數的股價 可是今年第一 在這個前四月已經賺到了四毛八 這些也都是市場所說的 金融股這一波裡面 非常重要邏輯的轉金股所在 所以喜歡玩領頭羊的 可能國泰跟所謂的富邦的部分 但是也不要忘記 新光的角色 還有像開發的角色 是這一波強勁的一個 所謂的低價的金融股的 這個部分 當然這地方的事實轉向 也是符合我跟大家說說的 之前沒有整理指標在高檔 當然沒人薪錢敢買 可是這個地方 一旦他回檔整理之後 KD值回到相對OK水位 要守穩他這一波攻擊量出來的 那一根大量區以上做整理的話 那這個地方自然就會有薪錢進來 那重做豐富的效益 當然就在外資身上看到了